巫统内部危机持续升温 面对党内唾弃 党主席拿督斯里·阿摩扎西 坚决不下台 表明只有召开特大 而且出席人数超过三分之二 才可以开除他 但是亚罗区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沙西弹再次预言 如果阿摩扎西不下台 就会有第三波退党潮 巫统逼宫戏马越演越烈 退党浪潮更是越打越大 先是刚刚退党的拉绿区国会议员 韩扎在努丁昨天放话 只要阿摩扎西不辞职 一定会出现第三波退党潮 发表同样预言的 还包括亚罗区国会议员沙西弹 他今天在脸书发文 指未来两个星期内 巫统会再出现第三波退党潮 这次除了国会议员 就连州议员也会退出巫统 更要求阿摩扎西放假或直接辞职 至于前务卿团长凯里 今天下午更是直接在推特 告诉阿摩扎西 是时候退位让衔了 虽然党内车换主席的声浪越来越大 但是阿摩扎西不只反抢 韩扎在努丁 既然已经退党 就无权再发言 更强调只有召开特大 而且出席人数还要达到 146000名代表中的三分之二 才可以开除他 换句话说他绝对不会自动下台 不过巫统会不会召开特大 罢免党主席 接受阳光日报访问的阿摩扎西说 交给总部决定 基于党内动荡 原定明天举行的巫统最高理事会会议 也宣布无限期展言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者yruts EST